古埃及法老王图坦卡门黄金宝藏特展 在明年1月份就要来到台湾展出了 而同样大规模的特展 这个月2号抢先在英伯伦敦亮相 要展出图坦卡门古墓当中的 3000多年前的文物非常珍贵 但您一块来先读为快 时尚神秘传说最多的古埃及法老王图坦卡门 跟着他一起入土为安的陪葬品渐渐精致 埋葬地下3300年 已经被誉为世界十大宝藏之首 为了纪念将近100年前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在埃及帝王谷 发现图坦卡门千年古墓 英国伦敦萨奇美术馆特别举办 图坦卡门黄金宝藏特展 11月2号开幕展出6个月 侧展单位之一的埃及国家 古物部表示伦敦的特展规模空前 是历来有最多图坦卡门 国宝出国展出 其中60件第一次出国 另外150件太珍贵 以后只能到埃及才看得到 特展文物的亮点包括图坦卡门的木棺 以及许多精致的雕像 虽然有些是复制品 但都是根据真实文物 一比一使用相同素材 兼工雕筑而成 其中一件站在猎豹上的图坦卡门雕像 以及在伦敦特展缺席的图坦卡门黄金面具 明年1月都会来台北展出 让图坦卡门黄金宝藏特展更有看头 杨振平编译